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髒也舊 那是從資源回收廠撿回來的 我喜歡舊的東西 感覺比較有人味 你是第一次來吧 我們這個冠地就是 第一杯咖啡長官的請客 來杯咖啡 這杯咖啡豆會比較苦 幫妳加點牛奶 不喜歡嗎 不是 請問我們是不是見過面 沒有 可是妳看我的表情好像 妳認識我嗎 其實是妳的 妳的前女友相齊 她跟我提到妳的書店 所以我就過來看看 提到她妳不開心 不會 我們雖然分手了 但還是朋友 她現在應該過得很好吧 往自己的夢想衝刺 我希望她成功 妳不怪她 我聽她說 好像是她先提出分手的 如果跟我在一起不開心 如果跟我在一起不開心 我也沒有理由拉住她 那太自私了 說得好聽 不是不信心 這個世界上 有人會對愛情不自私 其實我也想自私一點 可是只要一看到對方不快樂 就只好放手了 不是有人說過 在愛情上比較在乎的那一個人 就注定會是輸家 不過偏偏就是 那麼不爭氣的一支書 就算到下次還是一樣 真的很無奈 再來杯 這傢伙不是個花花公子 來 來 你煮的咖啡很好 品種好的豆子 簡單烘焙 聞起來淡然 入口乾脆 香氣漆筆 這是普通豆子 就算是普通的豆子 經過多重的烘焙 它一樣可以香氣洋溢 你還要年輕 等你將來月曆多了 你就會知道 人生還是要順著命運走的 聽起來人生也曾經很精彩 在我那個時候 女孩子能夠讀到碩士是不簡單 本來我還想繼續攻讀博士學位 不過後來遇到我先生 然後呢 然後就結婚了 相夫教子 當個全職家庭主婦了 所以你的精彩人生 一旦結了婚就停止了 也不能說是停止 當小孩生了 你就沒有心思想那麼多了 應該說是轉換跑道吧 不錯 我居然還可以跟你聊這麼多 不會 我喜歡定客人聊天 而且妳說話很有意思 是嗎 我今天跟你說的話 比起我跟我前任 一個月說的都還多 你們家人一定很少把心裡的話 告訴彼此吧 平常大家都忙 我先生自己開公司 忙不完的工作 去不完的應酬 有機會請妳先生過來一起喝咖啡 我們這人不多 但聊天剛剛好 我會很樂意當地聽眾 聽聽你們的故事 謝謝 妳還好嗎 沒有 我差不多該走了 謝謝幫你 謝謝 慢走 這個男人很溫暖 燒燒你太久了